今天可能想知道要來說的是悠遊卡的規格 悠遊卡有晶片也有超級悠遊卡 甚至未來推出的貼紙悠遊卡是差在哪裡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到一點 目前所有的悠遊卡都使用這個MyFail的技術 MyFail是在1994年誕生的 在1998年賣給了Philip電子公司 MyFail包括一系列的遵循ISO AEC 14443的規格 就是利用RFID頻率是13.56 MyFail已經在普遍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看到了 比如說像是我們的捷運還有商店小付費 甚至有一些家裡的門禁也都是使用這項技術 那回來我們悠遊卡這邊 一開始悠遊卡就是用MyFail經典版的 通訊速度是106K 說到這裡你一定會想說 這麼多年過去了 從第一張悠遊卡到現在發行了一一張 這個速度應該不太一樣了 我只能說恭喜你答錯 後面的晶片悠遊卡或者是超級悠遊卡 依然還是在模擬MyFail經典的傳輸速度 通訊速度 你有沒有覺得說去坐高鐵或者是機捷 甚至是高雄捷運通關速度都比較快 就是這邊的差異 那悠遊卡到底是有什麼規格 第一個是普通悠遊卡是MyFail經典 那金面悠遊卡是後來有這個可以查詢的 是用模擬的方式 那他後面Smart的MX去模擬經典版 更不用說我前些日子開箱的超級悠遊卡 是CPU卡模擬這個經典的感應支付 這邊再說一下 超級悠遊卡本身是一張CPU的智慧卡 Smart Card 因此卡片內並非只有記憶空間 而是具備有完整的微處理器 允許執行複雜的功能 只是說他還是一樣是透過模擬的方式 相容於現行的悠遊卡系統 後面的晶片悠遊卡跟超級悠遊卡都可以看 反正就是一樣都是用模擬的方式 那傳輸速度也就是真的是20年來如一日 因為我記得悠遊卡2000年的左右發行 由於目前電子票證 比如說悠遊卡這個規格及支付技術 與Apple Pay的規格還有技術都不相符 所以還不能上Apple Pay 這是我們之前有提過的 未來如果說電子票證的技術規格 調整到與現行Apple Pay的相容 或許是有可能達成這個 悠遊卡上Apple Pay的願景 那我剛才說過嘛 台灣目前的電子票證技術全部都是MyFail 那國外有一些像日本的 就是用Philica 那它的感應速度比較快 儲存資料也比較多 但是成本比較貴 而悠遊卡就是用我前面說的 Pelliput的MyFail 而感應速度跟資料儲存量就是不如Philica 但是比較便宜嘛 這也就是說一開始的決策 這樣子細微累積下來 導致的最終的結果 那至於啊 最近聽到的EMV卡又是什麼 其實這就是分別是 Pollipay、Mastercard以及Visa 這三間公司所制定的標準 那目前呢 有使用EMV的晶片卡就常見的 比如說是Visa或者是Mastercard 還有JCB跟美國運通 這項東西呢是在蘋果 iOS12或者13的時候 Apple加入了新的快速交通卡 這項技術啊 是能對應這個EMV的晶片 那這是目前啊 世界上流通最多最廣的一個標準 用戶只要在ApplePay上面 將信用卡設為預設交通卡的話 搭車的時候 直接使用iPhone或者是ApplePay 快速交通的通關方式 直接走過去 那如果說 萬一終端機不支援快速交通的話 則是轉成一般的ApplePay 就是直接信用卡刷過去 你用ApplePay的方式的話 解鎖 然後給它刷過去 但只要等到3年之後 更新的硬體設施 才有辦法達成的 ApplePay信用卡付款 最後結論 反正只要又有卡公司 使抓著Metfield 經典不放的話 不管是ApplePay 還是過著他們的速度 都不會快到哪裡去 以上就是今天的 又有卡的規格有哪些 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